11月9日,离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闭幕仅剩一天 美南清零进博会现场一饱眼福的网友们可不要觉得遗憾 那么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来一起细数本届进博会上的20大最特色展品吧 作为本届进博会最早入馆的展品 首次参展的德国维特根集团所带来的W380CR就地冷再生机 是装配完成后重重量约52吨的大家伙 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绿色道路建阳领域的创新技术 可以让受到损害的历青路面一次性就地再生 同样在技术装备展区展出的还有配备专属六缸9.0升24气门高压共轨发动机的约翰迪尔8R拖拉机 是本届进博会上的最强劲拖拉机 首次两项进博会的艾浦身则带来了最干燥纸机 采用全球首创的干纤维技术 无需用水即可将废纸再生为环保性质 欧姆龙乒乓球教练机器人在本届进博会上全新升级 得到了最强读心术机器人称号 搭载传感与控制加Think核心技术实现人机共融 不仅可以读心更实现了与工业机器人伙伴组合双大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堪称最受参会者青睐的展区之一 今年也集结了多个最特色产品 其中来自东地问的有咖啡中的钻石支撑的猫屎咖啡 一公斤售价高达2万元一杯咖啡售价约400元 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 来自韩国三养食品展台所带来的世界最辣方便面之一的火鸡面 用传统的韩式辣酱做基调 使火鸡面入口微甜却越吃越辣 在食吃大堆中着实掀起了一股挑战潮 最绿色的肉制品则是以豌豆大豆等植物为原料所制成的植物肉 食品展区内还能看到做成女士高跟鞋形状的最优雅面包 酱油口味的最奇葩冰淇淋等新奇特产品 各参展商带来的全球首发 中国首秀在消费品展区内应接不暇 围绕新生活酷科技最潮流三大方向 引领国际潮流领地 乐高此番已是三度参展 带来了最中国风的展品乐高悟空小侠系列玩具 在西游记美猴王故事的基础上 以创新方式打造八个玩具套装 这也是其在所推出的所有产品系列中 首次推出源于中国文化 并充分融入中国文化价值观和特色的系列 最酷玩的展品来自于迪卡农全球首发的 Eatuate冲气皮划艇Cayak X500 一艘折贴后仅为行李背包大小 使冲气后可以横渡格林兰岛的硬核皮划艇 最懂美的展品是欧赖亚全球首款 家用定制化妆品配方概念产品Purso 人工智能驱动 是一款三合一家用定制美妆护肤仪器 只需简单刺步即可立即定制护肤产品 液体唇彩和粉底 法国奢华高级珠宝品牌卡洛夫首次参展进博 就拿出珠宝界奥斯卡珍藏原件 88克拉 估价约2.5亿元的珍贵黑色钻石 完成其中国首秀 最奢华展品称号 颁发给这件只是珍宝 一点也不为过 演员迪利热巴在作为精英女神 参加精英电视艺术节时 所穿的金色礼服长裙 也在该展区内亮相 这条长裙坠有约5000颗防水晶 用金线编织 是本届静博会上的最闪耀的展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余波未知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堪称本届静博会最火爆的展区之一 亚培这次在静博会上 中国首发的动脉导管未必封堵器 是全球最小的补兴系 适用于早产儿的动脉导管闭合产品 今年最小的展品 依旧滑落医疗展区 全球最小心脏起搏器2.0版 Macra AV精导管植入式 五导管心脏起搏器 升级后再度亮相进步会 它的体积仅有胶囊大小 比传统的起搏器小93% 重量仅2克 作为牵动人心的救命神器 体外膜肺氧核技术 ECMO是疫情发生后 逐渐被大家所熟知的 该产品用于暂时替代患者的心肺功能 比协助大部分医疗方法 皆无效的重度心肺衰竭患者 进行体外呼吸与血液循环 为医疗人员争取更多救治时间 汽车展区自然是最受车迷青睐的展区 一众知名品牌 携旗下最引以为傲的产品系列亮相 有的更选择在进博会的平台上 全球首发 来自奔驰展台的一款 基于奔驰阿洛斯8×8底盘改装的 诺马迪森领航者 一房车为上拓展两层室 功能击备 可居住6至10人 售价约1050万元 是本届进博会上的最高大车型 而说到最炫酷车型 当属德国超跑制造商 Apollo带来的旗下全新的 全碳纤维量产超跑 Apollo RE 整车采用黄金变色车漆 售价300万美元 全球限量10台 首次参加进博会的米其林轮胎 带来了两款黑科技 亚洲首发的Aptis轮胎免充器 防刺扎轮胎 突破性的结构设计 消除了轮胎漏气和爆胎的风险 另一款Vision创新概念轮胎 则具有免充器 可护联 3D打印和100%可循环等特征 堪称最未来的轮胎 同时在汽车展区外 还展示有米其林的 矿业轮胎Michelin XDR3 该轮胎直径达4.03米 重量为5.525吨 应用场景是大型露天矿山 是本届进博会上的 最大的轮胎展品 本届进博会上 新奇酷炫 新收其中 这么多的最特色展品 你们看过瘾了吗